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跟着王梁一起来从事大波段的操作 一起来迈向财富自由之路 那么在这个礼拜王梁推出了一个母亲节 感恩母亲节的专案 也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利用 好好的来把握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行情未来的发展 今天这个盘它又破了底 而且是跌到了8840点以来的新低 可是王梁要告诉各位 其实大盘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差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样的一个绝望 我告诉你 这个盘今天最低跌到8104点 可是大盘在盘中 其实已经慢慢地呈现了止跌回稳的一个现象 有很多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跌下去的股票其实都拉了上来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观察 究竟这一个盘它目前的一个筹码面 它目前的心理面还有技术面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许摊开很多股票的一个K线图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都在跌 包括这个大盘 到今天为止 K线是连续六天呈现收黑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盘已经从8840点 跌到8104点 王良并不认为未来会步入所谓的一个空头市场 王良认为这一个地方 它其实会进行一个大箱形的区间整理 而且整理结束之后 还是有机会来往上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 在过去的11个交易日 这一个盘的融资余额连续减少了11天 那融资连续减少11天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大部分使用融资的人 其实是看坏这个行情的 看坏这个盘的 对不对 才会让融资连续减少11天 那请大家想一想 一个市场它的底部要形成 必须要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难道说是所有的人都看好 所有的人都看多吗 我相信绝对不是 而是在大家最悲观 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 这个底部才有可能 不知不觉的出现 对不对 今天就算我来告诉你们说 大盘跌到了8104点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底部 就是大盘短期跟中期的底部 但是没有看到后续的发展 感受到现在悲观的一个气氛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底部 对不对 可是我来要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盘当它的融资连续减少了11天 它的融资水位呢 目前只剩下1350亿 如果我们用统计的角度来观察 当你在融资余额降到1300多亿的时候 下去买股票 其实后面的胜算 就以最近的走势来看 它其实是相当高的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不必那么样的一个悲观 虽然大盘看起来像头部 虽然大盘看起来像空头 可是从这一个 筹码面的一个形态 从这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 其实这个盘 它同样也透露的 蛮多的一个底部的现象 那么如果王娘这么乐观 如果王娘认为 未来这个行情还有希望 那到底接下来我们要选择 用什么样的股票来进行操作 我跟大家说 所有的人都想要在市场里头赚钱 可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今天涨还是跌 对不对 今天赚还是赔 还有呢 大家所关心的是 明天会不会涨 明天能不能赚 有没有十倍的股票 能够马上赚到钱 可是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请问各位 你要怎么操作 你很有可能 时时刻刻惦记着 这一个账面上的盈亏 你有可能因为 手上的股票稍微表现差一点 然后就去换股 对不对 可是频繁换股的结果 往往掌握不到 一个真正的大波段 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在市场里头 赚到大钱的话 应该试着去思考 今天我买了这样的股票 然后呢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两个月 过了三个月 有没有赚钱的可能性 大家想的是 我现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我现在买什么样的股票 在未来的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半年之后 我赚钱的几率是很高的 而且报酬率是很大的 我娘所思考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认为 短线呢 并不重要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该想一想 到底现在怎么做 在将来才能赚到钱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看盘 对不对 所以难免你会有情绪上的一个起伏 难免呢 会受到影响 难免会听到很多 这一个媒体上 很多人的一个解盘 那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尤其有些个股 也许有利多 甚至于呢 有利空 所以大家往往 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方向 而且在行情叠的时候 会更加害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股票做好 有没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如果说 我们能够坚定一个操作的方向 我们能够排除一切外在的杂音 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的话 我相信 在股票市场当中 才有可能会成功 所以王良心里想的是什么 王良心里所想的 并不是 到底礼拜一 该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下个礼拜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王良心里有数 我认为 我们该锁定哪些标的 然后呢 在他转强突破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去做加码 我们只要 把他的价值给找出来 你就不用担心 将来股票呢 不会涨 请大家看下去 王良接下来 会全力做多 生计新药类股 因为新药 它没有景气的问题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担心 景气衰退 景气的登号 对不对 可是新药 实际上呢 它是真的没有景气的问题 而且新药 一旦成功 极有可能带来数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报酬 王良今天要全力做多 生计新药类股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我认为 在将来 他们非常有可能成为 台湾的股票市场里头 主流 当中的主流 也就是说 资金呢 它会去寻找目标 它会去寻找方向 今天或许 没有人觉得生计股会涨 或许大家经历了之前的生计海啸之后 不敢再去看多 不敢再去做多这个生计股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生计股 真的像你没价值 而且你们想一想 我们的政府花了多大的功夫 花了多大的努力 才有今天这个小小的这个局面 请大家看清楚 2005年的10月 行政院他第一次召开 生计产业策略 知役委员会的会议 然后呢 2006年的10月 他把生计产业列为 制造业的重点发展项目 2007年的6月15日 立法院三读通过 生计新药产业发展条例 其实这就像以前 政府在扶植 这一个科技业的时候 扶植电子业的时候 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资金 对不对 也提供相当大的一个土地 非常多的一个资源 然后呢 还有产业 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对不对 还让他们可以减税 还让他们呢 可以享有大量的员工分红 来吸引人才 其实同样的事情 现在呢 正发生在生计股的身上 只不过是刚开始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希望 还没有看到未来 对不对 可是我还要告诉各位 经过了十年的努力 其实有部分的新药股 已经开始展现研发成果 其中之一 就是什么 就是我还要告诉各位 那另外一档呢 就是这一个终域了 请大家看下去 针对这个终域 今天的股价在做整理 包括耗顶也在做整理 亚良不会因为说 终域涨到209.5 然后拉回 这里我就卖掉了 我告诉各位 我要的不是这样 我希望在将来 当股票涨五成 当股票涨一倍的时候 我们的会员 能够从他的身上 去赚到五成 去赚到一倍 今天在这个市场里面 愿意去谈生计股的人 恐怕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意的 就是今天的涨跟跌 在意的就是明天 会涨还是会跌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越是没有人要关心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好好的去研究 要仔细的去思考 究竟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 那很可能在将来 就可以成为市场当中 赚到最多钱的人 这一波的终域 其实它是非常的强势 为什么 因为它破了底之后 竟然怎样 涨到209.5 而且突破了 20个交易日的高点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难免会有一些卖压 对不对 难免会出现震荡 但只要它的基本面 持续向上 我相信将来的中域 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你们也可以发现 外资针对中域 其实是积极的在买超 也就是说 尽管台币在贬值 尽管外资在汇出 尽管外资在整体的 股票市场卖超 可是对中域来讲 它的持股其实是在增加的 对不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在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并不是只有 能量一个人在看好中域 而他们呢 是默默的在买进 那除了中域之外 还包括像浩鼎 王良认为 也非常的有潜力 如果过去 浩鼎涨到700块钱 我们没有参与的机会 可是当它跌下来之后 我告诉各位 你要鼓起勇气 你要想一想 究竟什么样的股票 在将来 有可能超越大力光 有可能成为 台湾股票市场 真正的股王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尘头独顾王老师 母亲节感恩大回馈 全面五折 母亲节感恩大回馈 全面五折 只有今天 参加线02752-5868 2752-5868 尘头独顾王老师 这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极实选股 做多做空 拖转操作 灵魂的进出 无往不利 入会专线02752-5868 2752-5868 尘头独顾王老师 母亲节感恩大回馈 全面五折 母亲节感恩大回馈 全面五折 只有今天 参加线02752-5868 2752-5868 每个人都想在股票市场成功 每个人都想要赚到大钱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档股票 在将来呢 它可以涨10倍 它可以涨20倍 那么很有可能真的 能够从市场当中 去赚到10倍 去赚到20倍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大钱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没有那个耐心 没有那个耐心 好好的针对呢 真的有潜力的股票 来进行波乱操作 因为我们往往会受到呢 很多外在的因素 去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 他是真的想带你们 想带他的会员 从股票市场里头 去赚到10倍 去赚到20倍的话 我告诉各位 王良有这种想法 王良有这种目标 王良希望跟大家 共同来努力 我举个例子 有一档股票 叫做大力光 那大力光呢 它曾经从128块钱 涨到3715 我们当然不可能 去参与到它的全部 可是我相信 很多人买过大力光 但是呢 却没有赚到大钱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只会涨 它有的时候也会跌 它有的时候也会整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 没有立定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话 没有立定要大波段操作的话 我觉得很容易呢 是被洗掉的 那甚至于呢 是赔钱的 可是我告诉各位 大力光 它确确实实从128 涨到3715 也许很多人 现在对股票市场 兴趣缺缺的原因是 大力光都已经涨到3715了 而将来呢 它也再也回不到 那个高价了 很多人心里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那市场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跟大家说 我们能不能够 去找找看 有没有股票 就像大力光 当初一样有潜力 就像大力光当初一样呢 有机会从低档 从底部往上涨10倍 往上涨20倍 而且好好的来从事 大波段的操作 那如果有这样的股票 我跟大家说 现在呢 就是最好的参与的时机 其中一档 上一段节目 王良介绍过 叫做终裕 还有一档 叫做浩鼎 当然讲到浩鼎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可能是不好的 对不对 那印象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看到媒体的报道 看到电视 这些名嘴 他们所讲的 对不对 那王良要跟大家说 不管你所看到的 这些报纸 这些媒体 他所报道的是什么 其实都不见得 是真正的一个真相 很有可能都是呢 别人他解读过的 或者别人认定的 这一个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够 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清楚 到底浩鼎 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今天王良觉得 大力光涨到 3715块之后 他其实证明了 台湾的股票市场 是可以出现 3000块以上的高价股的 对不对 那大力光有这样子的 一个机会 难道说其他的股票 就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那如果有一间公司 在将来 他有可能 赚的比大力光还要更多 而且还要更稳定 而且营收还会持续 节节的上升的话 那这种股票 将来有没有可能 超越大力光 请大家看下去 大力光从128涨到3715 这才是真正的大钱 但如果你过去没有参与 也没有关系 这一波的耗鼎 从700多块跌到321 已经从700多块跌到321了 对不对 那如果在将来 他治疗癌症的新药 真的上市了 真的成功了 我问各位 他的股价 有没有可能会大涨 那与其去研究 今天为什么跌 明天有哪一支会涨 还不如想想看 我们在未来 要去寻找什么样的机会 要买进什么样的股票 才有可能达到 这个财富自由的一个目标 所以 针对这个耗鼎 我来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研究 我来花了很多时间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个心得 那我希望各位要知道 今天我们要找一个 操作的新方向 对不对 这个操作的新方向 既然是新的 就不见得 会有很多人认同 就不见得 会有很多人了解 但是呢 如果我们走在最前面的话 我们在将来 有可能可以赚了别人 还要更多 你们再看下去 癌症 是全世界的疾病 而且是不容易治愈的病 它的死亡率呢 跟其他的疾病相比呢 相对较高 那以美国来讲 美国而已 美国的癌症协会 2014年的报告 癌症是美国 疾病致死的第二大病因 而且占死亡病的25% 每年都在新增 160万名新患者 每年新增 160万名新患者 这160万名新患者 当中呢 每年有60万人死于癌症 所以各位想想看哦 如果每年的患者都在增加 每年有这么多人死于癌症 这个治疗癌症的市场 它大不大 也许在过去 本来没有智慧型手机 但是呢 后来开始有了 后来呢 大家觉得它很方便 开始用了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对不对 在成长 那成长到一定的程度 它当然会停滞嘛 但是 以这一个癌症治疗的 一个市场来讲 它根本 就没有停滞的一天 对不对 因为每年都在新增 越来越多的 这一个癌症的一个病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投入这个市场 我们先讲投入这个市场哦 它有没有意义 那你们再看下去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的国情之吻 他希望能怎样 他希望能治疗癌症 我们看这边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任内最后一次的国情之吻 跟过去几次最大的不同在于说 他没有花太多时间 来谈未来一年的市政方针 他谈的不是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而是我们的未来 而且他具体的提出远景 其中之一要使癌症可以治愈 它是要使癌症可以治愈 所以这个目标 是很明确的 对不对 这个目标是有市场 这个目标它是有商机 而且很有意义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问大家 在台湾有哪一间公司 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有 而且这间公司叫做台湾浩鼎 他叫做浩鼎 他叫做台湾浩鼎 所以如果将来 他的这个新要成功了 那是台湾的浩鼎成功了 这个对台湾来讲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意义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浩鼎在今天 收盘的时候362 最近其实在进行一个 横向的整理 那浩鼎 他在投入新药的研发 主要锁定的有三个领域 第一个 我们来看这边 他所研发的是全新的药 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 相似的药物 换句话说 不是一个me too的用药 其次呢 是在目前的医疗上 尚无有效药物 可以医治的疾病领域 最后他选择的是急性跟末期 还有具致命性的疾病 例如无药可制的细菌感染跟癌症 就是他们的方向 那以这一个他们的一个方向来讲 我跟大家说 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他们所谓的解盲 的一个结果呢 被大家解读成为是失败的 对不对 可是各位要知道 你要换个角度去看哦 你换个角度去看 或许在整个实验上的一个设计上 他有些问题 但不代表说 整个药物的一个试验呢 是失败的 你们来看这地方 我们来看这里 浩鼎的董事长张念慈 他说非常成功的解盲 没有挫败 因为我们实际上达到的结果 比我们预期达到的结果 就是事先达到的呢 的结果要来得更好 然后呢 中企会的院长翁企会 一公有相当多的病人 超过80%的病人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有免疫反应 就是会产生抗体 那有免疫反应的病人 重点来咯 绝大部分都是有效 所以从疫苗的角度 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那么花了大半辈子研究 开发糖分子激素疫苗的翁企会 这回被浩鼎运用来研发乳癌新药 主要是糖分子的疫苗 可以活化免疫系统 消灭乳癌的细胞 主动杀死有特殊糖分子的癌细胞 并且维持正常细胞的健康 但现在疗效指标未达标准 不过如果是以治疗性的疫苗来看 翁企会直言实验内容非常成功 认为将来将抗体反应者加入统计 就应该能够成功达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说 耗鼎 它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它有没有成功的几率 如果有 我告诉各位 它的股价就应该要得到公平的对待 对不对 可是这一波 有很多的争议 有很多的利空 导致耗鼎的股价跌到多少 跌到4月22号 跌至346 但是现在来看 它已经止跌回稳 而且在进行整理 所以后续 如果产生一个强大的突破 我相信股价很有可能会涨到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涨到让大家觉得无法无天 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娘 一起来从事 这一个大波段的操作 利用这个机会 母亲节的前夕 公司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 如果你想掌握 请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 만나요